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乳癌這個檢查方法 其實有找醫護人士進行身體檢查 有進行X光做二線造影檢查 或者超音波檢查 三個其實都有研究做過 發覺如果只是做醫學人士做一個檢查 其實未必可以完全避免到乳癌 一般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建議 譬如四十或四十五歲流上 當乳癌的風險開始增加的時候 其實開始進行這個熱線造影檢查 如果不是乳癌病人 其實是兩年或三年做這個檢查 有需要加上超音波 其實都可以將乳癌的風險降低 當然如果真的有家族遺傳 即使不是BECCA 譬如家族真的有 可能要早些進行這個檢查 譬如家族有幾個人有乳癌 其實我建議 二十五歲開始 已經可能找這個醫生 進行這個身體檢查 因為你太二十五歲 這麼年輕做這個X光的造影檢查 可能有機會會看不到 看不完的乳癌 因為當時的乳癌 會比較密度比較高 所以先做這個臨床檢查 加上這個超音波檢查 可能如果這麼年輕的女士 就有幫助